大家好 我是上班第一天 Cross掉水塔 今天這部片就是 我跟我雲爆223車主一起騎車回台北的影片 關於之前我一直吐槽 這樣錢煞車沒力這件事情 其實我有一個很好的解方 就是有錢租錢 有力處理 好不好 這個有錢的 就花錢給他開下去 然後換一下煞車 這個沒錢的話那就多出一點力 兩根手手不行 那就三根手手捏煞車拉桿 三根不行就是用四根 四根不行用五根 好不好 這個大力處理機 這個 回去的那天天氣很好啊 同學他就沒有騎 他的雲爆23 騎他的Jet SR 雖然這個SR號稱是小跑車啦 可是在這個排氣量差距之下 我覺得還是可以感受到他有一點實力 這種感受 尤其在超車的時候會最明顯 因為我只要看到一個小小的胖 我就可以這樣 我就過去了 可是他就要稍微找一個長一點的直線 然後多一點的空檔 他才有辦法 比較順利的超車 雖然他是 處於一個死壓著嘴硬的狀態 都跟得上嗎 他一直不承認有這件事情 可是沒關係啦 我先知肚明就好 那這個 回台北的路線 夏天的時候我會騎 晚上我會騎西濱平面 白天不行 白天超熱 又塞 西濱又沒有什麼輸 會死掉 這個 冬天就太冷了 風又很大 我就會改走台山 其實這個 台山也不是說不好 可是就是進桃園的時候 市區裡面 會比較多紅綠燈 比較麻煩一點 尤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段 有一段路 就是好像要靠近大倉路之前嗎 就他永遠都是 有兩條車道 他有一條 他永遠都在修 然後 那一條又很靠近路口 變成有些車要左轉 有些車要直行 可是沒辦法 他就全部的車都塞在那邊 然後有時候 我就看那些 汽車駕駛機是蠻可憐的 就是他就眼睜睜看著 綠燈 靠邊紅燈了 就沒有過去 硬生生生的那邊等了兩次紅燈 他才有辦法過那個路口 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覺得 幸好我是騎機車 才有辦法 翻隔車道 這樣鑽到前面去 但是 要不然我這樣真的瘋掉 就眼睜睜看著自己 停在那邊等兩次紅燈 剛剛笑耶 可是 冬天 還是有好處 除了比較冷 這是廢話 冬天本來就是比較冷 就冬天 北台灣除了 宜蘭 基隆 雙北可能也會下一點雨 可是就是 下雨的頻率不會那麼高 而且 覺得氣起來蠻爽的 我的背包裡就不用帶雨衣 尤其我騎擋車嘛 這個沒有腳踏 空間的話 一定要帶一下那個 兩件是雨衣 不然 下半身一定是全濕的 我在這個 1月20號 星期五的時候 有參加 FUJI爸爸 FUJI乾爹的 GFX Award 第二階段的面試 我看 去年2021年的 網站介紹 他其實有 收到3000多份的提案 最後會選出15個人 然後分別 有5個人可以拿 1萬美金 有10個人可以拿 5000美金 就差不多是 15萬台幣跟 30萬台幣 然後可以在半年內 拍 拍出你想要的東西 反正 這個細節 暫且按下不表 反正就是 如果你過了 就可以拿 FUJI乾爹出的器材 還有錢 去拍攝你想要拍的主題 跟畫面 就其實還蠻爽的 那我就 很 很幸運的 進入 第二階段的面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 搜尋一下 FUJI TAIWAN的 那個 YouTube跟 FACEBOOK 應該還可以看到 有些人在他的貼文 在那邊吐槽 就是有錢辦比賽 沒錢買收音設備 好啦 就是那個影片 感覺可以 感覺出來就是 拍攝有點倉促 可是勒 也是要很感謝他們有拍那支影片 因為也是有 看到那個訊息 我才會去報名 不然的話 那個時候其實我還在準備我的 畢業製作 但其實 進入這個最後收尾階段 我那個時候 有一門心思 就想 我要怎麼 把這個東西搞定 然後 熊熊看到這個 咦 資訊 就想說 不然 我這個B字拍都拍 我就偷看看 這樣 你不知道看我頭上沒有幾根毛 我這個 拍照還是 有 有0.75根刷子的 好不好 沒有兩把刷子 但是有0.75把 那我這個 上次新竹跑山路線分享的影片 就獲得不錯的這個回響 我就等我開學的時候 再實際去跑看看 然後我有提到這個 運動相機壞了 我就打算 用這個過年拿到壓垂錢 入手一台這個二手的GoPro 7 我看到的價錢是 4999 就差不多5000塊啦 其實我就稍微 掙扎一下 要不要買 可是後來想說 這台4年前的機子 雖然說是4年前發表的 可是他還是可以錄 4K60幀 我覺得 OK啦 夠用 反正我平常 在路上這樣跑來跑去 大概也是只會錄 1080p而已 4K那個檔案太肥了 我應該是 用不太到 除非是那種 要拍一些比較細節的素材 然後短短 時間短短的時候 我才會用到 4K這樣 喔 然後最後一件事情 台材是不是很缺錢啊 你不覺得今年新聞特別多 什麼公務員 每年都會有公務員中獎嗎 然後今年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什麼老師 還是傻伙又中獎 看了我心癢癢 然後就去買兩張 1000塊的瓜瓜 一張都沒中 那種100塊 500塊那種安慰獎 都沒有 我花2000耶 然後他說號稱是 中獎率7成 我就是那個不幸的30% 太難過了 好啦 就當作做公益 希望我面試會上 如果我這個 FUJI的面試有上 就準備全胎跑透透啦 好啦 這個 開工 一分算第2天 反正就是 星期一 廉價後的星期一 這個 希望大家 上班順利 不要說上班開心 上班很不開心 這個 上班順利啦 好不好 那我們下集明見 掰 要休息嗎 對啊